我们现在来讲一下Intel IPP在Windows的一个说明 简单的一个使用 那IPP这个主要是一个library 主要 给一些 像C来code 做多媒体 资料出来通信的一些应用 那可以在Windows、Linux、Android 还有 那个 Macintosh的Apple 电脑上使用 那这是我们公司的基本资料 那这一个是参考官网的内容 来根据这个官网内容 设定 可以看这一个 那 就装好之后你要在 这个微软的Visual Studio里面 然后 这个端里面这个属性 把它打开 然后打开选择 在这边有一个这个 因为你装好之后Intel performance library 这里面 然后 然后 这边就 想 が apocalypse 选择这个イ繽 的I default 再从这个Sí++ 在这个里面 一般 选择这个里面 然后 在这个其他这个 inclBER这个画面里面 下来这个选单 然後 choice reb 选择编辑 选择这个编辑 然后编辑在这里面这个 路径要把它放进去 然后点选完之后你再按确定 然后再从连接器的这个一般的这个 选单 其他程式库的单位 选择这个编辑 然后把这个路径也把它放进去 然后再按这个确定 然后再从这个连接器的这个 下面输入这个下面中 再选择这个编辑 然后把这个 因为我们IPP主要有三个library 称是IPP-IS 跟IPP-Core 这个library 然后按一个确定 然后点击之后设定完之后 都OK了 然后再选择一个确定 然后 我们怎么去测验它那这边有个建置一个它IPP的一个范例就建置这个方案 建置这个方案之后 它这是一个IPP的一个 这个IDEMO这个里面 我们 是选这个 范例来验证它 装的成功 然后再过来之后 你要把它这个建置 那就是build 然后它就会成功或失败跟你讲 这当然是成功的 然后就开始 你在 起动 你要按 开始增错 起动但不增错都可以 按这个之后 它就会执行 执行就有一个画面带给你 这是一个 一个 一个光学影像 的一个范例 看到这个就代表你的IPP装置是成功的 谢谢 你的观赏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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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